歡迎收看發卿特約智庫通界內證公首度 在電話旁邊接通了有發卿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的副總裁 李梓維,Alvin,早安 Hello,早安,大家好 早安,電話另一邊有智庫證券的莊志豪Eric,早安 早安,大家好 Alvin,剛才跟我們說說,其實看到界內證 越近到期日就是那個市場,證的價格都變得很波動,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沒錯,因為界內證,我們看回是如果到期日在區間裏面就會有1元的回報 如果在區間外就是0.25元 所以如果越接近到期,而那個相關資產價格在上限或者下限之間徘徊的話 那個價格幅度的變化可以非常之大,是由0.25元去到1元 所以到時候那個槓桿亦都會比較大 所以就是越近到期的時候就波動性越大 如果這個時候想找一些關於界內證的產品的話 無論是恆子還是大價股騰訊這些,你會有什麼選擇給我們參考? 是啊,今天我們帶來的第一隻就是一個恆子的界內證 472.46元,472.46元上限價26,300元,下限價24,800元 它的中間價其實與現在恆子的現價是比較接近的 所以就是說那個跌出去界外的機會相對會比較低 到其實是明年的7月30日,它現在是因為4毫二指的現價 所以可以帶來的潛在回報,如果1元到期拿到1元 那就可以有大概138個巴仙,潛在損失就是40個巴仙左右 這個是恆子的,我今天帶來的 而另外就是帶來一隻騰訊的界內證,47103 47103這個界內證,上限價就是303元,下限價就是218元 那你會見到它是一隻界外的,界內證來的 那所以呢,因爲現在騰訊可能它本身技術的走勢都比較弱 那我就選一隻,那個上限價就是在現在騰訊下面的 那你希望未來騰訊下跌的時候,這個證都會有一個上升的空間 我問一下Eric的意見,恆子今天都曾經跌200多點 而恆子這隻界內證就處於中間的水平 如果這個時候用這些產品去部署的話,是否都適合 其實現在看回恆子方面,短期都以一個常鑊為主 如果價內證的話,在一個區間方面都沒有問題 那我自己預期的恆子方面,短期之內 就是在2448至26000點的區間,附近波動機會就有好 好啊,那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著,新報的時候問一下Alvin 有沒有拿著上述的證券或者相關的產品? 沒有持有的 Eric呢? 我也沒有的 不介紹兩位金主族的分析 以上的嘉賓是金管局以及證監會的次派人 投資者應該要了解結構生產品的性質 有書的時候要尋求專業的意見 又或者可以參與相關的上市文件